宋鼠營牛 牛給人的印象一般都是辛勞耕田 不過在藝術文明世界又有不少的象徵意義 本宮也有不少事物和牛有關 講起牛,自然想起耕田 但是這幅白牛桃卷裡面 見到牛在曬太陽 游泳和木桶鬥法 沒有一隻在耕田 象徵太平盛世 見到牛真的很歡樂 還有人相處很和諧自然 很融合 所以可能有些人覺得 在太平盛世裡 人和自然很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牛也見證貴族的興衰 漢武帝有些政策出來 使得貴族權勢沒有以往那麼強 所以逼不得已 就用牛車作為自己的出行工具 車廂變得很寬闊 也在車後開了一個門 可以方便貴族優雅地上落 但到了唐代之後 中國始終開始活落 那牛車又變回我們現在所見到的 耕田或是拉車的一個工具 到現在還有這些牛 這裡應該是養過牛的 所以叫牛池灣 其實早期有個名叫牛屎灣 可能牛屎不啞 就改了叫牛池灣 其實以前香港養最多牛的地方 就在薄芙林 我們有個牛奶公司 很多牛房在那個國家帶 講到牛 這些最受歡迎 匯豐銀行1909年 發行一款 印有水牛耕田圖案的500元紙幣 鄭保雄說 是當時最大面積的紙幣 用相似牛身的啡色 所以叫大牛 在五六十年代 一張大牛 可以買到一隻真牛 更加是名副其實 牛不僅默默耕雲 全身也有用 牛份甚至可以用來入藥 既然是補 為何又經常被負面形容呢 牛因為它表面上很溫馴 但用力上來 它狂衝也很快 其實有一個字很有趣 三個牛字組在一起 讀個斌字 和奔跑的斌一樣 由這個斌字來說 很多牛聚在一起 它一起奔跑的力量也很猛烈 不過也有正面的 好像未來的牛年 希望股市繼續牛市 越升越有 無線電視記者梁家寶報道